佛所住的宫殿 就由这些主乘身来保护 佛一个宫殿就是一个乘 表什么的呢 表行德 修行的德 乘是防御的意思 防御什么呢 乘是心乘 不被你那个外贼烦恼 有内贼有外贼呀 内谋外谋呀 这些个守乘身 就严护宫殿 那你修行的 德力处 就靠这些主乘身来 守护着帮助你 例如说我们学密宗 学密宗的时候 你显宗学完了 毕了业了 到密宗院 但是这个显宗得二十年 二十年学完了 没毕业 没拿到毕业证书 就是没考上奥隆巴格西 格西是什么意思呢 翻译华呀 你就是学得成就 那考上不是学位了 经过考试 考上不是学位了 这才有资格进入密宗院 进入密宗院了 头五年 灌顶啊 学法呀 没有资格 先学拿那个输油杖把 拿输油 做堕玛 堕玛 你得先做形式 得会住这些个神 做成一个宫殿 做成一个道场 先做一个自己 做一个 叫堕玛 堕玛就是 说出来 或者地藏菩萨了 或者是观音菩萨了 或者文殊菩萨了 普贤菩萨了 会说金刚 八大金刚菩萨 完了还得修修 做一个护法神 做完了 中间有个殿 拿那个输油 做成个殿 你要修这个法的时候 就观想 你的本尊是什么 哪位是本尊 说修文殊的 文殊实力是本尊 修地藏的 地藏本尊 说金刚守的 金刚守本尊 你修哪一步 修哪个本尊 你都把你本尊说好 完了 观想你自己 做到这个 坛城里面 四大菩萨 八大金刚 就守护你 你在里头修 神魔都进不来 现在 有学五年 有很多易规的 完了才能 受了灌顶 必须得闭灌 受什么灌顶 就闭灌 闭灌 各个教不通 三年 三月 三年 三月 有的就学三年 闭灌三年 你成就了 法成就了 就不限制 如果你修一年 这个法成就了 就可以了 你定案 受第二贯顶 你要受第二个坛程 每个坛程是有变化的 它有样子的 密宗院有图的 你照着图来修 这图是一带一带流的 这叫避密 你不做密宗院 你没经过这个 它不会给你那看那个图的 你必须得学 一个一个学 你说 你说文殊灌顶了 那你只能会文殊灌顶 这个坛程 你要像这个 杜某 白杜某 要修白杜某的坛程 绿杜某 要修绿杜某 每个坛程不一样 你修哪一法 做哪个法 就坛程 坛程就供在旁边 在那搭坐 就惯想你 在坛程里头 不是你身体坐里头 坐不下 那是书游杖某 一坐就做画了 是你入思想意识 惯想 把你的幼体没了 惯想你的 这个神 在那个店里头 很难 这叫密 这些个神 要理解到 说的很多数字 就是你自信的划线 对 可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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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делают 个人 是 对